人生 一个成功的人 他有志向 他一生 他有方向 他有目标 他会达到 他所希望的目标 那我们有没有志向 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有没有方向 有没有目标 世间很多人 方向目标错了 二 想做大观 想发大财 这也是他的方向 也是他的目标 真正 他命里有的 这是经法 这不是不法 做大观 发大财 都要有命 不时每一个人 都能做得到 那 人家有命 命从哪里来的 命是过去胜中 修得 修得 极善 而来的 一个人 过去胜中 没有修得 极善 他命中 没有财 没有观音 没有观音 这个人 这个人一生 永远没有 不能做观 做幕僚 何须可以 做有掌印的 那个观 没有 没他的分 那是要命的 所以 中国外国也有 看相算命 你有没有观音 你有没有财库 命里得有财库 会发财 有观音 也会做主管 小 村长 乡长 他有印 大 做到帝王 总统 他就有印 那是少数人 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总统 不是有很多 发大财的 都要极善 修得了 极善 修得了 是大观 大富 不是一世 深深 事实 都极功 累得 人间要做到帝王 总的设施 一时一时的极 要极设施 人间的大富 也要极 五十以上 没有五十以上 怎么能发大财 但是一个人想做佛呢 不需要 做佛 不靠命 靠什么 靠心 那心 大家相同 命不同 心相同 中国古人常说 人之粗 心本然 心相近 习相远 这心相同 那么修心 就能成功 心是什么呢 心是菩提 自心 求 这就是菩提头 所以我们发心 求明心 见心 不求别 向着这个方向走 希望达到这个目标 发这个心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